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還沒正式被提名選總統 但各家媒體似乎已經認定 捨他其誰 川普辯論後的領先優勢 已被快速整合黨內支持者的賀錦麗 緊追在後 如果加上第三位獨立參選者 小甘乃迪 川普選票被瓜分 剩百分之四十三 賀錦麗 小贏一個百分點 因此本來沒表態的前總統 歐巴馬及夫人蜜雪兒 現在也點頭答應力挺 民主黨重量級大咖 全背書由賀錦麗對戰川普 幾乎已成定局 但有專家潑冷水 但政治無感的Z世代 恐怕不這麼認為 隨著英國流行小天后 庫娃恰莉發文認可 賀錦麗是個頑童后 賀錦麗名就在網路發酵 野子與魔性笑聲成為賀錦麗的新標籤 清明能量立刻和拜登及川普 形成鮮明對比 拉攏年輕族群的心 賀錦麗首度開設抖音帳號 第一篇貼文在六小時內 就獲得近六百萬瀏覽量 破百萬粉絲追蹤 賀錦麗或黨內正式提名前 跟川普的社群大戰 搶先開打 三里新聞 楊俊宗報導